有你幸福 共住花团禁足 好 幸福 感恩老师 感恩美丽的营运长 感恩各位超老家人大家午安 去年来到这边学习 忘了现在作为女人 营运长说 女人要穿那个洋装和裙子 才会好用 那回听了营运长这么说 从此之后几乎都穿洋装 穿裙子 突然最近想到说 好像感觉越来越像女人了 要不然都忘记 已经把这个女人这两个字忘记了 然后最近因为照顾妈妈 然后每个心情都回依然去 那觉得这个过程有一些小小的挫折 然后一些那种喜折转合 然后在三个星期前 来参加营运长的这个德乡女人王 然后就请教了营运长 该怎么办 照顾到有一点没力气 然后营运长就提点了 真的是超级妙用的 就是营运长说 开始为自己做 不要一直做给家人 就是适可而己就好 真的我觉得他真的超级有智慧的 我那时候惊醒我 我就是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最近为什么越做越没力气 然后常常就是有气无力的 那个元气都用完了 然后就照着营运长的话 真的就是把它好好的运用 就是把功德做给自己 然后让自己强壮起来 然后才有力气 搭着家人一起 对 然后真的就完完全全 这个隔了一星期 我又回营运 就很奇妙喔 真的那个感觉 完完全全跟之前 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我妈妈变得 哇 讲到超级客气的 然后那个负能量 好像就是远离她 就是 而且还会跟我讲说 你看那个院子的那个 鸡鸡鸣灰 你们听得懂台语吗 那时候那个鸡鸣灰 开得这样好美好美 我就心里想说 哇 我妈妈好久好没有这样 好久没有这样对我说话 就觉得哇 真的是 真的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那在去年 来到超马 学习到现在刚好买一年 然后这一年当中觉得 获得好多好多 说不上来就是点点滴滴 然后一直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直在成长 就觉得说那个心灵的富足 再多的金钱都买不到 真的真的 真的非常感恩 然后 然后我觉得就是要鼓励大家就是 一定要跟紧导师的讲部 还有营运长的这个代理 真的大家 我们就是圆满丰盛富足 大家都非常有希望 感恩 感恩大家 谢谢